好 新闻镜头来到了伊朗一名女子 因为头肩问题被道德警察给逮捕 一次遭到了警方殴打死亡 激起民众的不满 上街来抗议 而这场抗议已经扩大到反政府 伊朗政府当局就用武力来镇压 目前有数十人身亡 不过在枪林弹雨之下 伊朗的民众依旧上街头来抗议 甚至一度逼退防暴警察 只为追求自由 一名没带头巾的女子 被警方打死的意外 让上万伊朗民众勇敢站出来 大喊要推翻现任政府 十位已经从抗议到的警察滥权 扩大成反政府 更从单纯上街演变成暴动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伊朗当局完全不想妥协派出军警实弹镇压 说是反抗者威胁国家人民的安全 结果政府先伤自己人 枪声大作抗议民众四处狂奔 即使他们受到武力威胁 却依然奋力对抗 伊朗民众日以继夜抗议 虽然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即便面对大批防暴警察 他们勇敢一步步上前逼退警察 只有连装甲防暴车也得倒腿炉 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女生 纳杰菲抗议时取下头巾 当场遭开六强身亡 绑头发的影像成为生前最后画面 经过一周的抗议示威 当局称逮捕一千两百名示威者 更有数十人死于镇压军警的墙下 但是示威者依旧不肯屈服 走上街头争取自由 誓言不扳倒政府事不把修 东西产国人荣幸中的报道